比如說這裡 通常我們直接點進去就可以啟動你安裝好的Room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它 直接點它就會啟動好你安裝好的Room 或者是你直接到你的桌面去點那個Room的按鈕也可以 這樣就會直接 不登錄呢你直接點加入會議 加入會議就可以不用登錄 然後它會問你那個號碼 問你號碼 那你就直接把 它給你的號碼打進去 那打進去之後呢 那這個地方就是你顯示在那個系統裡面的名稱 那所以如果你是遠距教學的話 這邊就盡量改成學校的名稱 那直接按加入會議 這樣子也可以 這是兩種登錄方式的其中一種 有像雅人的版國 在這檔文中 那是居然的 或是雅人的 那是吧 我不是說